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怎么样? 你是说看看修行怎么样? 对 刚刚修行就抓得比较紧 然后越修到后面了 那很正常啊 一切无常啊 继续修 继续修 我觉得你还是想应该知道 就是确切知道你修行的目标 这个很重要 这个目标有时候 刚开始大家确立不了那么说 我真的是为了出轮回啊 我真的是为了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成佛果啊 刚开始大家修行 有的是喜欢 就是刚刚切入 有的喜欢 有的想探究生命意义啊 或者是什么 但是这个目标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发布提醒重要 就是说你是不是想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 因为你要想成佛果 才会为成就他去做很多的事 否则一有点空难 或者一懈怠你就不想修了 就是 对啊 你知道那个什么人生无常 然后呢 就是你要抓紧最有限时间去修行这个事情 这个人生无常这种事 还有就是人生无常这种事大家都知道 然后呢 如果只是为自己修的话 我们也很容易放弃的 你要是发了为利益 所有的众生修行的话 就很难放弃了 因为你要利益三件六道众生啊 你既然发了月了 如果你不去修 那三件六道众生怎么办呢 是吧 一旦你发出这个月 你就 你就不能轻易的停下来 因为你有 有杰弗的使命了嘛 是吧 这也是一个说服自己的方法 就是这个发月 虽然你经常会觉得六道众生不需要你是吧 但是呢 但是你的月历你很重要的知道吧 就是利益 为所有大菩萨都发月 为菩萨六道众生 去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 成就佛果 这个月历是能让你去再生困难 因为我们自己的话就是走走走 算了就得过铁锅吧 就为自己的话有啥呢 这些特空想睡觉 为了自己睡觉吧 是吧 你就不会去打坐了 但是你想到地狱到众生 想到畜生到众生 想到其他到众生 还在困难之中 你就可能做起来 因为为自己有时候会放弃的 还有你的修行 还有就是没有就是受益嘛 真正在 所以你还要加强禅定的 禅定力 就是止力啊 定力一上座就能止下来 一上座就能定下来 一上座就能够 就是说迅速的能够 调节自己的情绪 让自己活在当下 这些能力都需要训练 不是一下子能得到的 是需要长久的修炼的 几百至几千次的修炼 让自己活在当下 不要被过去的未来影响 然后呢 不管未来有多少事 我们不是在家人嘛 有很多事啊 工作啊 生活啊 不管有多少事 就是今天你坐在这 这位不管有多少人 在你心中 可能一个人也没有 或者是 你眼中有人心中无相嘛 还有就是 当然这个是个境界 还有你永远只有一个人 对一个人和对无量人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不是 还有就是 你做事的时候 脑子里有很多很多事 但是 你只能做一件 每个当下只能做一件嘛 你做那一件事的时候 把其他99件 比如你有100件 那其他99件 你一定要先放在一边 不能想着那99件 做这一件 你就会累坏了啊 就是活在当下的那种 比如现在你 不是我们 你要马上要离开嘛 你要回上海啊 就是心里面 比如说 如果你的现在时间 已经很赶的话 你就会急 知道吧 就会急 赶紧赶紧 但是这个急是没用的 这是个本能反应 因为要赶飞机嘛 赶飞机是吧 如果有一天 就算是差两秒登上飞机 就差两秒了 可能 你那个心都是清凉的 不动的话 你这就休息有点功夫了 知道吧 没有功夫啊 嗯 嗯 接持啊 道心的话 它是不是有四分心 道心不是 嗯 但是你 我感觉你自己 比方说 利他心事 在你成活之道的道心 和经过的话 它跟我直 会不会有点类似 因为是我要成佛 是啊 刚开始是啊 但是你要成佛 必须歇破我之 所以就又开始破了 所以但是还是我要成佛嘛 那是不是应该要 以一个慈悲心去破掉这个 因为它是个说法 因为你要破我之才能成佛嘛 因为我 众生只我使有 认为有一个人力的我在这儿 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此地坐着一个人 这个人里边有一个我 坐着一个人力 男人 男人里边有个你 叫什么名字 这个是指我使有 不认为这是个幻境 不认为 就这个东西把我们死死的控住了 因为有我才有世界才有万物 因为相对于你产生了很多纠缠不清的人士 生生世世纠缠不清 生生世纠缠不清 你要想把生生世世纠缠不清的事 搞清楚 那生生世世很多嘛 很多的缘嘛 不是说我们说缘很 了不了嘛 各种业啊 叫缘啊 那生生世世 是就因为有一个你一直在那儿轮转 你看梦里边也有个你 是吧 中医境界也有个你 那叫神史嘛 有一个你认为指你是有 梦里边你也觉得你是实事经济存在的嘛 虽然你那个肉体没参与到梦里边 是吧 你肉体没去 你现在梦到梦了 你说你在北京 你肉体并没有去啊 是吧 但是你觉得真实的有一个你去了北京 是吧 那其实是有 你在梦里边指我使有 就是很执着地认为 有一个真实的你在去了北京 其实是不真实的 梦是个不真实的 因为梦 你的本来的那个肉体是在床上的嘛 是吧 中医境界轮回的时候 投胎的时候也是 你执着地认为 有一个你投胎轮回了 跟梦是一样的 都是幻境 知道了 但现在我们不能在梦里修 不能在中医修 只能在这修嘛 现在活着的境界里修嘛 这也是个幻境 但是你就在这借甲修真嘛 你要了解生命的就是这样子 不断地轮转的时候 你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 比它重要呢 是吧 生命是个幻境 我们中医 梦里边的你 中医的你 包括现在的你 都是三个幻境 而你只能选择在这个幻境里修行 你没有能力在中医修 也没有能力在梦里边修 是吧 暂时 那么为什么不修呢 是吧 不断地修 当然我们要生存 要工作 要去 但是满足欲望的那些 是省下来去 接生的时间又来修行嘛 身处带要工作要赚钱 你要养家 还要养你自己嘛 是吧 这个是必须做的嘛 剩下时间去 剩下的就修行呗 你不修行 问题是 这与信仰无关嘛 我们不修行干什么呢 是吧 你不修行轮回嘛 你不断地轮回 有啥好玩的 是吧 都玩过了 真是有啥好玩 每天都重播 很多事我们重播这个境界 重播了很多事了 知道吧 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一点 如果你知道 你已经重播了上万次 不断地重播你的 所体验和绝受啊 只是触跃不同 但是你重播的那个体验绝受 你的痛苦是重播的 你的快乐是重播的 你的烦恼也是重播的 你的心结也是重播的 不断地 只要你在人道不断重播 你有傻意吗 是吧 看清楚就没傻意 是吧 释迦牟尼佛他只是不过说出了真相而已 他并没有说过多么高深的道理啊 不是在讲科学 不是在讲什么心理学 学而又学的东西啊 释迦牟尼佛只不是告诉我们生命的真相而已啊 既然有人告诉你生命的真相 你为什么还要做梦呢 继续修 你呢 在休息里面我建议你就是少吃点 对 对 对 不用就是但是要按时吃饭啊 就是按点吃就是每 比如我日中一时到十二点半或者 日中一时一半十二点前就吃了吧 到十二点半我十一点半我就总是吃一餐 哎 你总是吃不是说我吃一吃 我半上午吃也行 半下午吃也行啊 不是那样吃的 你这不按时吃饭 你要总是吃饭 但是如果你要是修正的话 要修禅定令的话 要吃素要总是吃饭 哪怕俩餐也行啊 就是说中午吃一餐 上下午补充点水果都可以 哎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才能入定 你得有定力 你才会有休息的乐趣 知道吧 没定力 光那些理论 遇到事早就跑脑后去了 是吧 列定令 嗯 还有我们那个临终的时候 看到那个阿弥陀佛 到底是那个真的阿弥陀佛 你临终的时候看见了 不是啊 我说我们 我们临终的时候 看见那个阿弥陀佛 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是会完全再去变的 临终的时候如果看见 如果我们已经在这个世界 这个肉体已经脱离了 如果在中间 看见这个阿弥陀佛 我觉得就到真的吧 哈哈哈 你就磕着去吧 哈哈哈 你还 是吧 那我以前就是修了个波周的时候 然后就是有一次就是从 晚上11点钟就是 走到早上7点钟 就感觉 感觉要像三分钟一样 感觉这段时间 八个小时就感觉像三分钟一样 哦 那我这是不是 我睡过去了还是怎么样 这是个就是忘记了时间 忘记了时间 忘记了时间就是一个状态 就是一个 在这个状态里时间好像缩短了似的 有时候忘我了嘛 忘我的时候就忘记了时间 因为有你什么都产生了 知道吧 没你啥也没有 对吧 时空就好像短了嘛 有时候打坐 静下来 静到忘我的时候 好像是刹那之间就过去了 时间也会缩的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比如大家谈恋爱也是 两三个小时 因为太专注了 谈恋爱 三个小时就差了就要十几分钟 是吧 一样的 嗯 这个莲花生大师 这个中医生自救法 就是民众的时候 可不可以靠那个去其乐世界 你就念阿弥陀佛名号吧 这么简单还弄了那么多复杂的法 阿弥陀佛说你喊我我就过来嘛 呵呵呵呵 你要记起他的名字 知道吧 就阿弥陀佛 哪怕阿弥陀佛四个字 你只要在中医境界里想起他 别说是你喊出来 你在心里别想出他 只要想到这四个字 他就来 知道吧 接引你嘛 不然你认不得漏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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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